我就是在爭取票外呢 我就是啊 21号一早立法院财政委员会上 立委高金素梅跟吴丽华两人正面交锋 吵得不可开交 指着对方彼此大骂还要辩论 人是为了原住民进法补偿预算争议 尤其高金素梅上周58号提案 要修正原基法第十八条 将原民综合发展基金总额明文规定 不得低于一百亿元 并名列基金来源 不过在说明栏中提到要比较 里岛建设花中地区发展等条例 吴丽华批评相当荒唐 我就是因为看到综合发展基金 已经要破产了 现在已经是短处六十七亿了 所以我才会提案 希望我们原住民综合发展基金 它的水位不可以低到一百亿以下 你怎么会去认为我们源源不绝的 原住民的特种作业基金 竟然要去比照花东基金呢 这种定额花完了就没有的 那你不是把我们原住民的权益打到底吗 吴丽华指出短处并非是破产 而是反映当年度收支平衡状况 且预算都有持续拨补进入基金 不过立委政天才指出 原民重发基金是因违法之印 禁法补偿预算 从一百零六年基金有一百一十七亿多元 至今已短处六十三亿多 因此财修法规定要维持一百亿税会 为什么要提出一百亿的基金 就是希望它能够维持 不要再被政府挪用 而且以前的要返还 我们已经本来有一百一十七亿 我们现在不过是修法明定要一百亿 我们的基金管用办法 也明明白白的写到里面的项目 是用来土地受限制的补偿 可是今天把这个明明三读通过 就可以发得出来的禁法补偿金 把它搞到好像发不出来 而究竟原民重发基金 是否能支应禁法补偿 吴立华指出 重发基金收支保管及运用办法 就有写到可以做相关用途 但政天才指出 原民重发基金预算书 所依的预算法规范是不得之印 双方各持几件 进行法补偿预算争议持续扩大 有些新闻阿斯波罗路上立法院采访报道